三更半夜 男子體格魁梧 頭戴安全帽 外頭再包一層外套 只露出眼睛 走進超商 手拿遮裂刀 模型槍大函搶劫 強行進入櫃台 搶走2000多元現金 和兩包香菸 歹徒趁超商 僅有電源一人之計 持刀槍入內刑牆 電源在一旁 嚇到不敢動 嫌犯得手後奪門而出 騎機車加速逃逸 車牌上還黏著義務 遮住號碼 躲避茶器 五天後又到另一間超商 同樣手法 搶走一萬三千多元現金 警方過濾上百組監視器 順利在嫌犯住處 把人逮捕 收影機的錢財務 僅有2700元 只是零錢 那又有賀令電源 將其他零錢 在櫃台下的預備金 問他還有沒有其他的 也並交出來 嫌犯是名混泥車司機 沒有前科也沒有吸毒 因為迷上手機遊戲 前後花了十多萬元 但最近丟了工作 沒錢玩遊戲 才會動起彎腦筋 有成立現場的手機遊戲 為了支付相關的費用 來挺而走嫌犯 被搶了超商 因為之前嫌犯工作 常來消費熟悉電源作息 搶來的一萬五千多元 已經全部花光 申訊後就被依照強盜罪嫌 移送法辦 記者梁家文 王書宏 高雄報導 效盜 可嫌犯 未成立現場的 不透明 貪配 宏